17年前林一辰演出偶像剧 我的秘密花园 人气爆棚 知名度水涨船高 这部偶像剧幕后重要推手 就是导演杨冠玉 但事后却惊传他触世消息 别随便来都是四五十个人 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 57岁杨冠玉师承名导王小弟 有20年的糖尿病史 曾制作钻石舞台 欢乐骑兵等节目 之后转战戏剧 代表作除了我的秘密花园外 还有千牛花开的日子 爱情魔剑等多部偶像剧 也捧红了林一辰 明道杨景华等人 网友翻出过去林一辰跟杨冠玉的合照 林一辰在得知消息后 也透过新记者回应 去年导师节有传讯息给他 暑假本来还要安排 秘密花园的聚餐 杨冠玉圈内好友相当多 李一军脸书也发文 李一军放上合照 有杨冠玉 葛雷一群人表示 3号晚上才去你最喜欢的那间海鲜餐厅 我们有说有笑 你怎么连一句再见都没有 好舍不得你 杨冠玉二姐也向平面媒体证实死讯 表示他平常容易血糖过低 平时住在隔壁 前一天人还好好的 谁知道就这样走了 其实杨冠玉去年脸书 发文悼念 已故艺人 高以翔 一路好走 如今他也出事 让不少演艺圈好友很感赏 记得杨冠玉和鱼还在报道